刚刚讲过那个方块 那方块你要特别出去 就是先画X这个多少? 30对不对 这边Y多少? 25 25怎么画出来 你可以用计算 因为这边本来是多少? 144对不对 144大概再减掉多少? 减掉94 然后再除以2 不就是25的 144减94 就50、50等于一半 所以这是算出来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高度多少? 高度20 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方块 那方块特别是那个XYZ的方向 所以这边方块的地方 我在旁边先画一个 点一下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ET 那这个时候30 第一个码是30X 逗点Y的话25 逗点高度20 ENTER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呢 把它搬到这个角角 所以这边注意 移动的部分呢 你要特别哪一点? 就是我们从这一点 移到这一点 那你要移对 不然的话 放错位置 那这边的话可以用几座标就好了 必须要振掉 不然振掉有时候会比较卡卡的 那再来移动 移动选这个物件 空白键 把这一点 这边就要往前推好了 看到这个端点 再移过来 移过来 移到这个端点放开 好了 另外一边是不是也要一直搅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 我看到有同学很聪明 复制一个 移两次也可以 就不用进射 也是OK的 其实方法没有说固定要怎么样 看个人喜好 比如说你这样把 你可以把它卡住自己 因为这样复制很好 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复制 按右键 右键按住标放这边有个复制到尺 就有一个 这样很快 你可以移两次就好了 第一次选物件 空白键 然后这一个端点移到这个端点 那这边的话呢 再把它选移动 移动 选取 然后按空白键 这边的话 这个端点移到这个端点 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 你可以用进射 进射的方法也一样 进射选这边 空白键 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的终点 终点现在没出现 因为物件锁点终点没打开 然后最后用正交的 因为我们沿着Y轴 Y的方向 这个时候正交一定只有 只有X跟X的方向 所以你X的方向把它拉一下 点一下空白键 这样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最后的话 因为最后要怎么样 整个我们要做圆角 做圆角之前一定要做什么 连期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你把它点一下 连期 选取这些物件 选完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空白键 这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是一个实体 那你看一下有没有3D残留 如果有2D 有没有2D的残 如果有2D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把2D的部分把它删除 不过还好 因为都是方块画出来 没有按拉